各位企业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边上的定型 今天的定型呢 也是实战中的比较常见的一种型 现在主要呢 就是这个下边的这个 黑子呢 在白旗的攻击之中 而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 很容易陷入被动 这个地方的技巧呢 也是很有趣的 而且在实战中呢 也有很强的这个实用意义的 这个黑旗该如何处理 下边被白旗攻击的两个字呢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呢 就是这个 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种长 但这种长呢 就是很无趣的一种想法 就是失败处 你长的话 对方也长 长了这个之后啊 他 以这个以后啊 不管 就是争止不力的话 这个气肯定是不成立的 对方一手就把你给争到了 即使是争止有力的话呢 对方也可以给你周旋 反正这个气呢 你也是 你也壮紧的气 这个气你是很难下的 长了之后啊 这个 然后再长了就没办法 这个 可以说就是一条道 就走到黑了 一路走下去 走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旗始终呢 走在白旗的后面 这个白旗始终比黑旗要快一头 以后你如果继续走的话 对方或者可以继续压迫你啊 也有可能呢 会从这个方向来逼迫你 这样的话 黑旗始终就很无趣了 这是典型的失败图 正解是在这个地方靠 这个 非常的 有意思 这个靠呢 是正解 靠了这个之后呢 白旗他该怎么下呢 就是 黑旗靠了这个之后 不管怎么下啊 黑旗都 结果呢 都是很不错的 靠了这个之后呢 白旗如果是补这个呢 大概是本手 就是把自己的断定给补好 那么然后 黑旗再先手一接啊 白旗再 把这个吃掉 然后黑旗再一拆的话 这个黑旗的气息就相当的好了 这和刚才那个图啊 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因为 这个图黑旗 第一呢 它旗行比较舒展 它是一个坚实的超二 既具备了眼形 而且呢 它还带有一定的目数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旗啊 这个白旗的中复 它不够强 白旗的中复和刚才那个 连长四个那个图比起来 这个白旗的气息明显的要弱很多 所以呢 如果想成这样的话呢 黑旗非常的舒展 啊 这个定型成功 那么既然这个图白旗并不太好的话呢 嗯 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反击的方法呢 实际上刚才这个单飞的图啊 应该是对于白旗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了 就是在因为对方下出了这手漂亮的靠 所以白旗也只能够下出刚才那样的结果 如果还想反击的话呢 就只会越下越坏 比如说这个旗你想冲一个 冲一个的话呢 对方顺调一长 那么你这个旗呢 你只能再长 因为再再什么冲也没什么意思 再冲的话 对方出头非常的顺畅 而这个中腹的这个三个白旗呢 却越来越弱 所以这个你还要尝这个 尝了这个之后呢 它这个拐呀 还是先手 而且你还不能反击 你这个旗如果走这个地方反击的话呢 那么对方打吃 然后再一搬 竟然把脚上四个子都吃掉了 白旗就更平了 所以呢 走成这儿呢 白旗走了半天啊 冲了半天呢 还是只有回过头来吃这个 那么黑旗呢 还是可以跳出 这个跳出之后啊 黑旗 比刚才那个除 应该还要好 因为这个白 因为这个黑旗出头已经在先 而且呢 位置还抬高了 以后你如果再继续下 我们再感受一下 这个旗啊 就是黑旗的头 就长在白旗的前面了 你以后不管是飞还是怎么 对方或者是飞 或者是差 都比刚才那个被黑旗被白旗压迫的那种铺 要强很多 可以如果说的夸张一点 就天壤之别了啊 方方那个差一头 这个对棋局的影响是影响太大了 大家再感受一下 如果是直接走这个 你看这个就变成是 你被压在底下了 对方或者是继续压啊 或者是继续 或者是走这个 这个和刚才那个图比一比 大家就可以看出差别 那么走成这种局面的时候呢 白旗是不是还有别的下法呢 如果你想还想来狠的来这个 但这个呢 因为黑 因为白旗的自己呢 本身形状太薄 所以这个也不成立 这个对方先手一接 黑旗实际上是很厚的 这个时候再来冲的话 这个白旗就不好处理 以后呢 这个白旗就两者不能够坚固了 这个是一目了然的 以后你如果再走这个 再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吃掉了 这个增子呢也是有利的 这个因为这个变化图后面太简单了 咱们就不白了 好 那么这首靠啊 是非常好的一首手机 我记得在无锡源的这个旗幅里面呢 曾经下出过这样的旗 当时呢就是做的这个靠 好 那么这个新介绍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下面的新 这个这一新呢也是 我觉得对于大家这个提高这个进行水平呢 也是很有这个教育意义的运行 虽然这种旗呢在实战中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呢这个 白旗是在脚上22这个地方靠 走这个地方靠呢 就是 第一呢要 主要呢就是要搜这个黑旗的根 如果黑旗应对不当的话 那么黑旗的这个眼位就要受到影响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黑旗到底该如何定型呢 首先呢 那种血气方刚的旗友呢 可能会想到这个 你竟然敢靠 那么我就搬进来 这个反击 但这个 属于这个匹夫之勇 如果走这个的话 对方一靠就把你给分断了 要注意这个旗 不要去断啊 要单靠 等会我会给大家讲这个单靠的好处 这个单靠了之后呢 这个 飞旗已经被分断 所以呢 只能够 单独做活 这个时候再立呢 又是弃子的好手 这个再立又是弃子的好手 然后 你呢 只能够吃 然后再退回来 这样呢 就可以 他就逼迫你做活了 这样 黑旗活得非常委屈 确实呢 你在脚上是活了五木旗 但是呢 外围的三个子 已经是七零八落了 这样的 明显的是 一小时大 这个 这个可以说就是 剪了芝麻 丢了西瓜 而且以后这个棋啊 嗯 加也不是先手 加也是后手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棋 要单靠 不要去断 啊 断的话呢 以后 即使你也能下成这种局面 但是呢 这个棋会有区别 就说以后呀 黑旗如果要下的 黑旗如果要 这里下边三个 黑子的话呢 这个加是先手 而 呃 你不去断 他能看他这个加都是后手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呃 差别 那大家再看一看啊 就是 你不去加的话呢 他以后啊 如果就是飞起来下的话 这个棋都是后手 所以呢 这个呃 白旗 千万不要去做这个和这个 这种无意的交换啊 这个分锁 好 那么既然反击不成立啊 搬进去反击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 当这个黑旗就只有想这个别的办法 你只有这样整形了 但是下一手呢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下一手 下一手 断啊 是这个棋定型的手机 而且实际把握的非常好 啊 一般呢 他这个棋呢 是吃这个是本手 吃的时候呢 这个黑旗 再打 那白旗就只能替黑旗 就把这个要领的挡住 经过了这个整形之后呢 我们发现 这个黑旗的眼位已经比较完整啊 这个两个眼呢 已经看了比较清楚 而且这个旗 这个旗旗形很厚 下边的以后 下边的这个白旗以后 很有可能会 还会遭到黑旗的反攻 那么这个先断的效果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呀 他的效果就在于就是 如果直接虎对方有冲这个的旗 就就把这个白旗的旗啊 旗形给冲坏了 而他先断一个适应 你如果是老老实实打一个 那么他就没有给你冲这个的机会 根本就 因为他现在是叫吃是带响 就是没有给你冲的机会 他的能够挡住 那么可能有朋友就会想 他断呢 他难道不怕损吗 他如果断的话 我如果是利的话 那么这个旗的不会损关吗 但是啊 实际上这个旗利呢 也是不成立的 看你这个顽强抵抗也不成立 因为利了之后对方一长 长的时候呢 因为你自己只有四气 所以你一定要把对方限制在三气之内 就靠 靠的时候对方再一扳 扳的时候呢 你呢 大概最强手 最好的手段是走这个 因为这也是没办法 因为如果是走这个呢 就更坏了 那么对方还可以把你打成一团鱼形 比刚才那个图还好 还好啊 先手扳到了一下 那么当他扳这个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别的反击 只能团这 而且扳这个的时候 你也不敢冲 冲的话呢 他然后再冲过来 再冲过去的话 这个白气会崩溃的更快 这个脚上的对沙呢 也不够 脚上对沙呢 也不够气 那么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给大家解说 所以这个气呢 就只能够老老实实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飞旗再贴回来 这个飞旗 同样是非常好 因为现在呢 白旗他肯定也不太好意思 再去走这样的鱼形了 走这种刀霸舞的鱼形了 而且呢 以后这个 呃 黑旗啊 以后 还有这种 冲下去的这种鱼味 呃 这个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些鱼力 呃 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 白旗 也是得不偿失 那么 可能有朋友就会想 就是说这个旗 如果是 呃 它断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下法呢 就是 断的话 我 就是不想让对方先手打到仗 因为先手打到仗太重要了啊 呃 而且要防止对方右边长出来 那么 那么他呢 就会想到一种气 走这个 看上去好像是 呃 好手 呃 第一呢 他既防止了对方 呃 右下角这个 呃 和白旗对杀 而且呢 又防止了对方 呃 去 先手走到这里 啊 看上去呢 呃 似乎这是好气 但是实际上这手旗呢 也不好 咱们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手旗也不好呢 呃 就是因为 呃 这个 当黑旗啊 当黑旗贴回来的时候呢 白旗很难打 而且这手旗啊 这手断和这手交换 白旗已经损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了这手断和白旗这手交换之后呀 黑旗以后在脚上呀 就 有这样的关子 啊 这个就是说 在关子方面 白白旗已经就损出去几目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在于呢 这个旗如果他以后 他以后 他以后 他现在都不走这个了 啊 走这个了 你就啊 好下了 这个以后就可以冲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就走这个了 走这个的时候 你确实无论如何 也不太好意思去走这个 因为走这个 呃 是鱼形 啊 而且就是呃 本身呢 以后气呢 也比较紧 啊 走成这种局面呢 呃 他你关子已经受损了 而且还要被迫去走鱼形 呃 去撮他的眼 那这个黑旗就好下多了 所以这个旗呢 实际上你是 不太愿意走这手旗 因为走这手旗的旗形太差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 既然你呃 你走的效率不高 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呀 就可以说这块白黑旗已经是比较强了 因为这 他以后走这 这一点的可能性呢 就很大 因为你走变成效率很不高的一种 对方走就是好奇 呃 就是对方走就可以成为好奇 你走的话 就是一个鱼形 呃 这个对局中呢 确实呢 有时候呢 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对方走呢 呃 是呃 对方走就能安定自己 安定自己 你去走一个的话呢 虽然能够破坏对方的这个呃 眼位啊 但是呢 因为你走本身是 就是一个大鱼形 效率极低 所以呢 这个你确实呢 呃 这这种旗呢 就呃 下不出手 所以 作为这个我们下围棋来说呢 就要经常的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 就是如果是呃 你走是一个好点 而对方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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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旗呢 就谈不上好点的话 呃 呃 你就成功了 而如果双方都走 双方走都是要点的话 那那双方的机会对的 那就谈不上啊 呃 呃 多有力 但是呃 这种地方呢 确实呢 黑旗 不管怎么样的这种旗呢 才不愿意去呃 走这一手旗 因为走这一手旗呢 实际上呢 呃 呃 黑旗 白旗的本身呢 已经亏损了 那么等会呢 我们再给大家呃 呃 再分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走这一手旗呢 已经亏损了 啊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摆一个黑旗整形的失败图啊 黑旗整形的失败图 黑旗肯定现在整这个 这个不行 因为让对方一冲之后呀 而这个行就被破坏掉了 那么黑旗如果直接拉这个的话啊 嗯 这个也不好 这也是个失败的 因为走这个的话 对方就 他就愿意 他就可以走这手旗 这样的话 黑旗就呃 整个的这个旗啊 眼位呃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就是说 为什么啊 当这个呃 黑旗断了这个之后和这个白旗交换之后 你再贴他就不好走这个呢 呃 这个我们再再再来分析 怎么大家看得更加明白 就是说如果当然这个黑旗走这个是不好的 是吧 你再 让白旗走到这点破坏了 黑旗的旗行 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再加上黑旗这个交换的时候和白旗这个交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黑旗呢 这个局势啊 黑旗这个行呢 就不亏了 甚至便宜 因为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段和这个的交换呢 呃 白旗 白旗已经亏损了 很大的关子 你本来一手旗要打到这个地方的 那对方 像这些地方根本就是后手 但是你却走了这个 这个关子损是很大 虽然我没有细 没有很细的去计算这个关子损的多少 但是估计呢 他是 呃 如果是按以前的五目半的那种贴幕的那种 呃 这种贴幕的下法啊 这个 呃 这个就他损了接近 咱们不算那么精确吧 就是接近一个贴幕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期啊 所以呢 在这种局面下 他如果是断一个 然后你走着这个 然后他再贴这个 你再传这个 就是你已经 关子已经省 省得很大了 啊 那么所以如果是加上这种局面 你再来传这个黑旗的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了 因为你已经损 关子已经损大了 所以他现在在这里这块期 其他的负担呢 相对于研究清晰 因为他已经大捞了一笔了 在大捞一笔的情况下再来处理 对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下面 讲完了这个图之后 希望呢 这个图呢 能够深刻的 呃 就是大家能够 把它记得更加深刻一些 啊 留在自己老海里 因为这种骑行呢 非常的 呃 这种手段 和他 涉及到的 这个旗里呢 非常的 呃 重要 在实战中呢 都用得上 好 那么 各位企划 那么 下面呢 我们再继续看 这种旗呢 在定式之中呢 呃 也是比较常见 尤其是最近的 这个韩国流 而这种旗 实际上就是 黑旗 呃 白旗挂 黑旗的星位 然后黑旗二斤高架 白旗双飞燕 然后黑旗靠牙下面 然后白旗点脚 形成了一个器型 呃 也是曾经一路很流行的定式 但是这个定式呢 下边这个白旗 长出来是无理的 白旗 本手是应该接在二路上 本来是应该接在这个地方 长出来这种旗呢 不是好旗 他想追求一点效率 但是最后呢 反而适得其反 但是黑旗呢 也要一定要抓住白旗的失误 啊 给予他惩罚 否则的话呢 这个白旗可能还会便宜 如果这个星体只会 这种压的话 那么这个就错失了 呃 良机 错失了定性的良机 你压这个的话 对方就可以先手立一个 因为压了这个之后 下边白旗就产生了两个断点 然后呢 现在呢 他立 你当然要打啊 不能让对方再回家了 那么他立了之后呢 因为下边呀 这个就 你断 你断这个 他都可以 接这个地方 因为他 你就不存在吃着 吃着脚的问题了 啊 你走这个呢 他也是 把它给吃掉 因为脚上立了一个脚上 长了气 所以走成这种局面呢 然后 呃 白旗再回来 啊 那么这个旗呢 就是白旗两边都走到 而黑旗呢 就只剩了 呃 一层皮了 那么这个 如果下成这种局面呢 肯定是白旗 白旗好 那么白旗下了一手 无理手呢 反而形成了好结果啊 那都是因为这个黑旗呢 就是对白旗的制裁不当 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一定要啊 把握好这个定型的时机 就是你不是要长吗 啊 这手旗过分 那么我就把它给断掉 因为你现在断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去走这种地 是吧 呃 那么你现在马上就要表态 是要脚 还是要 还是呃 不要 呃 你如果是不要的话 那么他直接就把这个脚给吃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黑旗大忧了 啊 脚上吃掉之后自己完全安定 啊 而且呢 以后左边这个挂脚的白旗呢 变得更加的薄弱 啊 这个 这个肯定可以 白旗是不能够接受的 你看 这个旗呢 就是说 肯定是不能接受是吧 因为白旗一无所得 假如他被吃掉 对方成了不少木 而且左边的白子变得更加薄弱 还有呢 你下面到底补不补 补一个呢 就没有什么效率啊 对方又脱先了 补补的话呢 以后这个旗对方 呃 黑旗呢 他 一跳下来 这个变得整块的 这个白旗都还没活 所以这个旗呢 他肯定是要脚的 有了这个段 段的交换之后呢 这个黑旗啊 他整形就 呃 非常有力的 他然后再爬 啊 这是 呃 第二个手机 爬了之后呢 你只能长 啊 因为你走别的都 都会被吃掉 包括走这些都没用啊 对方直接这么走 就可以把 白旗给 仪器给吃掉 所以这个这个长呢 是 绝对的 那么下一手呢 同样也非常重要 而如果 如果这个黑旗只会走这个的话呢 就会落后手 而这个是后手 因为对方有三气 所以他现在就可以回来 呃 抢占这个拆二 啊 或者是走这个 而就 黑旗呢 虽然形成了一道后势 但是呢 左边呢 还是让对方先手给走到了 呃 所以这个图呢 还是不够完美 虽然比开始的那个 呃 飞旗的变化都要好 但是还是 还是 不够 就是 力度还是不够 所以再起一个 这就更好了 那再起一个之后呀 他 我们看看效果啊 这个白旗只能跑 然后黑旗再搬 白旗还是只能跑 飞旗再挡住 因为呃 白旗也只有三气 飞旗也有三气 所以呃 白旗呢 他一气也不能缓啊 一定要 吃 吃了吃了